如果你們怕輻射的話不要洗溫泉 曾經在總統府內大名大放 對著馬總統等人大談核電安全 他是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偉 他不只是馬總統建中同學 還是海軍陸戰隊的同期同袍 現在盛傳他要繳築中研院院長寶座 原來中研院長翁祈惠罰定任期到今年10月屆滿 6位4月16日開始要進行投票 18日將提交三人名單供馬總統圈選 換句話說520後 蔡英文要從馬總統圈選的人中 宣布任命新院長 可以緩一緩的事情 沒有急迫性的事情 我認為馬總統要勝死 跟中國在合作研發新藥的人 那這樣的人選我們也覺得不盡恰當 這個是不是等到未來再來處理 這個人事會比較好 人事任命案 民事長立委想幫忙踩刹車 倒是總統當選人蔡英文說 翁祈惠的確該思考 適不適合繼續擔任院長 既然翁祈惠做出辭職的決定 我們就要尊重他的決定 民事長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數據 是在我們星期天下午記者會前的專家會議的時候收到 就在記者招待會前大概一兩小時 3月31號號鼎動作才輕上火線 證實2月18號早上11點 翁祈惠是在禮專建議下才賣出10張股票 隔天晚上解盲結果才出爐 這說法偵辦號鼎內線交易案傳出有重大突破 週刊報導號鼎內部員工證實 翁祈惠在2月18號就知道解盲失敗 號鼎發布書面聲明否認週刊報導 強調所謂的團隊不是號鼎內部員工 而這謎團人就必須等待翁祈惠回來才能持續抽絲剝繭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